你们也知道我之前进厂子里面打工哥姐们只不见有没有经常打工呢 对不对 那厂子里面什么样的都有 那下班堵着我的堵着我下班的路给我要危险 那我就骗他们说我20多了 这也是你们口中说老油条吗 难道就被他拽走 就霍霍了 这你这样才是单纯的 我搞不懂了 老是这样去讲 我都搞不懂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你们才会满意 不管我怎么做你们都不会满意 你们20多岁还在上大学 我们那 别出一个大学生很 困难 你要上的好就上的好上不好的话就拉倒 天天就这几句话 老是说我天天这几句话 那盛仔天天穿个白色裤子 你们怎么看不腻呢 对不对 老是说这些 咱们各位好吗 各位姐妹们也叮叮关注 不要给小的生大我 你们要喜欢着 给着点个免费的观众 对公平上一人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 你们送一颗星星我都看得见 不要生大理我生大理我都破费了 对点个免费的赞赞 点个时间赞 我大击链子 我的链子都快生锈了还是大型链子吗 绑一不要再给我送了你给我送了好多了 我的天爷我怎么说这么多 我的妈呀 两天时间你给我刷了一百万英了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都说我要去北京我肯定还把你整片 你还你还给我刷了 我什么时候怼人了 我进我直播间里我哪句骂你们吗 我说什么什么之类的吗 我没有骂吧 我是在跟你们讲道理 那讲道理 我在直播间里我讲讲道理还错了吗 难道我下次直播就在这笔画 这就对了 我说句话都是错的 那下次我就在这笔画行不行 我就这样 这欢迎我就这几个动作 你们肯定又说你天天就这几个动作 我怎么做你们都不会满意 大爷你再给我刷 刷到后面小狗都过来了 都稳到会儿过来了 你不要给我刷了 今天是上了 老师去讲这句话 我是来自河南今天二十二十 那人家大爷给我刷大爷高兴了 我叫他老卑鄙老宝贝 那大爷开心高兴给我刷的 你们对不对 我当时我私底下你有没有见我 私底下叫大爷叫小甜心小宝贝 什么小心干的 我只是在直播间里 我让你们都看着我去叫的 我套路很深 你拉倒吧 你赶紧 你赶紧去那什么吧 去出门着拐买包 那个什么 买包沾卷 把那个嘴给沾住 知道吗 要实在是没钱买的话 就那什么 就用泥巴和点水 把嘴里风呼住 知道吗 老子在那湖中 大爷都41级了真的吗 我看看 我的天人啊 两天时间刷到41级 大爷你再给我刷 我就想去北京找你了 每次都是这两句话 那你们说让我说 什么吗 那有些明星 那一部电视剧 对不对 咱们也看了一辈子 哪有这么多 我十八班五一什么样样都会啊 那我天天在那唱歌 你就说天天就这几首歌 在那跳舞 那有些人 那有些隔壁大爷对不对 你们也刷到了 那裤子都能提到耳朵根了 咱们去跳舞 你们怎么就看不腻呢 我都从来没有见过 那个大爷的直播间里 有任何一个人说他 只是说大爷扭得好 你再扭两下 天天我都看不腻 你们怎么这样呢 你们再这样 我也把裤子提跑偏 我咱们跳舞 跟你们说 你们什么屁好吗 我都搞不懂了吗 不要给我刷了大爷 为大家发个负贷 咱们参与一下负贷 我什么都是套路大爷 年纪小小小不务正业 你说什么是正不务正业 你说 我玩抖音就不务正业了吗 那你看抖音是不是也是不务正业呢 抖音是个正联络的平台 对不对 你怎么这样说抖音吧 爸爸呢 我都搞不懂了吗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 你们老是这样去揪着一个小女孩不放 我又没有杀人放火 我挣到每一分钱 我也没有说 妈 我的天爷啊 你怎么一直给我说 你要说小招 我能不能找一个保安什么给我花钱 什么请我天天吃饭 你说我能不能找到 我可以找到 那隔壁小区保安天天就觉得我是个农村小女孩 天天说跟我打招呼 问我今天去哪明天去哪 对不对 我要是想透露她的话 那那我跟她在一起天天请我吃饭 我饭钱省了 这不是问题吧 不要送了强子 不要给我送了 你们要喜欢招给招点个免费的观众送个新点赛就可以了 我的妈呀 你怎么一直给我刷啊 宝一 你不要给我少招送了 这小女孩不简单 那什么样是不简单 什么样是简单吗 我都搞不懂了 你们就看到大爷给我刷流 我就说我不简单了 那给你刷 给你刷 你就开心了 什么屁好吗 什么 我的妈 老王老王头 老老王头 刷的 刷的炸不起来了 刷的 我的妈呀 怎么一直给我刷呀 你一刷别人 我这边你说我的人更多 你要是再给我刷 我把美颜给关了 我说到做到 我没有刷谎 我美颜关了很丑的 你们要喜欢招给招 给招点个免费的关系送新点赛 我59岁 难道就不可以有爱情 人家大爷也说的对 合法的我们 男未娶女未嫁 大爷老伴 对不对 有去世的找一个女儿嫁到国外 那我也没有结婚 我也没有叫他几只船 那老头就不可以有转 老头就不可以谈黄昏链了吗 我就喜欢谈黄昏链 怎么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谁规定呢 不许谈黄昏链 那老牛就不许肯嫩槽吗 那你们也想肯嫩槽呢 妈 我的老宝贝 哈哈 我的老宝贝 我的老宝贝 我老baby 怎么一直跟我刷 哈哈 哈哈哈哈 喜欢找找给找点个免费的观众 送个新点赞 我的天爷 你再给我刷都站不起来了 妈妈 我的天爷 我的老宝贝 你们越说我就越叫宝贝叫得还 我的宝贝 我的老宝贝 我的老宝贝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黑马王子 你怎么一直给我送礼物啊 好会装 那大爷给你们送礼物你们激不激动 我一个月的零花钱才一千多块 那大爷突然间这两天给我刷了 100万银了 刷到一下两天刷到41级 我没有见过什么市面 那我难不成我叫小王 我说小王 你四个月给我留着 我能这样说吗 哈哈哈 我对不对 那激动也不行 不激动 你们也说我太高冷 哎应该是农村小姑娘 你这么老头这么支持 你竟然叫人家小王 叫小王头 你这样行吗 我难道会说我说小王头 我说小王 你把你的四个月门给我敞开 我我说自己找好耗子要自己吃 我能这样说吗 我怎么这么牛啊对不对 你们老是讲这种话 我都搞不懂了 喜欢小赵哥姐们 送个星星点点赞 点个免费的关注我就可以 不要收小的大流行 公民上 你们给赵赵送一颗星星也很明显的 星星也很大的 我看得见 小心他女儿找我 那他女儿能一直陪伴他身边吗 他他女儿对不对 那是他女儿 人的大爷偏瘫了 女孩子照顾又不方便 女孩子照顾又不方便 我要跟大爷再起了 我俩是合法不及 对不对 那那女儿能做到他吗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哈哈哈哈 你们老是说我激动也不行 不激动也不行 你们大爷你要再给我烧 把棉给关了呀 谢谢记住你 现在多少 我的妈 你再给我刷就把美颜给关了 我让你看看我长什么样 行不行 你也省得别人说我这边里说我套路你 我把美颜关了我看你还 我妈 哈哈哈哈 我的天爷啊 我又没有说打PK 谢谢黑马王子 我的妈呀 你怎么一直给我刷这么多啊 我的天爷我 你别我把美颜关了 你别再刷了 你看看我行不行 我把美颜关了 如果说你还是喜欢我的话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就把美颜关了 省得他们老是说我套路你 我的天爷啊 你非要让我跟你谈黄昏练吗 哈哈 我把美颜关了 我说到做到 现在是多少 我看 现在点的是十二万 三十万吧 三十万我就把美颜关了 你们也不要给我点 我也知道不想关美颜 我是话赶话说上去的 你们如果说 妈 我感激我卓绝 咱们给我前方再点点关注 卓绝你怎么说我跑车了 多少颗小星星才换一辆跑车啊 你们要喜欢招招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吗 现在点赞是十二万 哥姐们 咱们对着屏幕一人点个二十下载十下载三十万点赞我就把美颜给关了说到做到 为什么你小张你真的爱你妹子 因为点赞给多证明对不对 那证明还是很多人想让我关美颜 那我就把美颜关了 让你们看看吗 现在十四万点赞了 还有十六万点赞 就破三十万了 我就把美颜给关了 大爷一直给我送礼物 我要不关的话 你们老是说我套路大爷 对不对 我就把我最真实的状态展现给你们 我也不关 不对我也关 我把美颜给关了 现在点的时候 哇你们点的怎么这么快 你们真的想让我关美颜吗 我是话赶话说说实话哪个主播喜欢关美颜 哪个开直播的希望把美颜给关了 我的天爷我我不简单我就不简单了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那老头你们对老年人质疑怎么那么大 那老年人就不可以谈恋爱了吗 那老年人就不可以喜欢小姑娘了吗 老实说我套路大爷我没有套路大爷 那带一个小白号在你们直播间里 你们有没有 在你们直播间里小白号说大爷说他寂寞孤独 我女儿我女儿不在家里 你们会怎么说 你们有可能就不搭理对不对 我说大爷你怎么了 那大爷给我讲讲他女儿在国外老伴去世的早 一个一个大四个院就他自己一个人 我说大爷 我说我就安慰一下大爷那大爷才给我刷的 哪可能上去大爷就跟我刷我给大爷温暖了 我给大爷幸福安慰了 我给大爷幸福安慰了 你们老是这样讲这话 我的妈呀 如果说点赞到了我就把眉眼给关了 我没有沙谎 有什么不敢关的吗 对不对 真的要关 看有飞机 有飞机 这个话题过一下 关美颜的话题过一下 有飞机 哈哈哈 你们不想问我刚刚飘过去 飘过去这么大一个飞机长什么样子吗 你们不想问我 有大破 你们问我大破长啥样吗 我跟你们讲一讲 哈哈哈 我的妈呀 有流星啊 哈哈哈 有流星啊 哈哈哈 关关我开玩笑 关就关 关就关 但是 关完的话大爷不一定支持我了 你们也不一定喜欢我了 关就关吗 大爷为什么 直播间新进来的哥你们肯定想 这个小女孩怎么说到关米颜的事 因为我的榜一个老头80岁了 给我刷了两天时间给我刷了41级 就两天时间 从小白号 顶级的 然后他们老是直播间里的人老是说我套路大爷 然后呢 我就话赶话的说你们老是说我套路大爷 我就把美颜给关了行不行 然后他们 现在要关美颜了 我关 我关 你们喜欢招 哥姐们 给招点个免费的关注送个星期点赞 一人送一个星期给小赵一个鼓励奖吧 让我关美颜 我真的是很害怕 关 我关 这谁送了跑车 谢谢请贤情者哥哥 咱们给大哥点点关注吧 关了 就长这样 谢谢行者哥的跑车 你们送一小赵多少颗小星星才换到一辆跑车 我给关了 我知道 关完美颜是很吵 你们老是说我套路大爷 我把美颜全部都给关了 我看你们还说什么 我关了 我关了 我关了全部给关了 我关了全部给关了 就长这样我知道很丑 我关了 我真的给关了一点都没有开啊 我真的给关了一点都没有开啊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这种话干什么了 我关了 瘦脸也给关了 什么都关了 你看 你看嘛 就像我喝口水什么之类的 你们看 看见了没有 这要是关了的美颜 我没有沙谎呀 大爷我把美颜关了 你还会喜欢我吗 为大家发个福袋 咱们参与一下福袋哥姐们 喜欢招招给招点有免费的观众 送个新点赞就可以 不要送小赵大礼物哈 送大礼物你们也破费了 对我就关了 你们老是说我套路老头 那老头 八十岁的老头 一个人孤独寂寞 他就不配 小姑娘了吗 那他都 那老牛谁规定呢 就不许 就不许肯嫩草吗 那你们难道不喜欢吃嫩草吗 对不对 老人讲这样的话 那大爷八十岁的人追求我 那我有什么招啊 对不对 那要是嫌弃大爷的话 说大爷你不要追我 那不就是嫌弃老人家了吗 那每个人每个男人都是公平的 对不对 都是公平的 只要没有 哈哈 只要没有在墙上 哈哈 对不对 每个人 每个男人都有权利 不管多大 都有追求他自己的幸福 那老谁规定老年人就不许谈花婚恋 就不许肯嫩草了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样说 谢谢八八哥 我关美人了 你们喜欢找给找点个免费的观众送个新电子 比较受小的大礼物的话 一人送颗星星我就看得见了 你们送我大礼物 我也不得啥 你们很多人说 那大爷喜欢你你就透露老头 那老头的思想吃过的盐 比我吃过饭都多 那老头喜欢我 我难道说 我说大爷 你太老了 你不要喜欢我了 我能这样讲吗 对不对 我只是觉得 每个男人 不管是每个男人 每个女人 不管年龄有多大 你我只是觉得 你们比我早出生这个世界而已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呀 你只是比我阅历多一点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去嫌弃任何一个人 你们老是这样去讲 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样的 灵魂是不老的 对不对 你们只是年龄比我大 就像榜一大爷八十岁的他追求我 你们肯定说 我只是觉得他比我早看了这个世界而已 早出生了这个世界而已 灵魂都是一样的 你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老是说我 套路大爷说我坑大爷 大爷什么什么之类之类的 老是这样去讲 那大爷老伴死得早 他追求追求一个小女孩怎么了吗 我又没有说我现在也没有同意 我只是说大爷慢慢来吧 哈哈 我都无语了 把一大也非要让我去四合院 去本营四合院 你我都说了大爷 你让我现在去去找你 我现在什么 你让我看看什么潘金莲系列 这多好啊 我现在去找你 我什么也不会 到时候我看到你个大金牙晃 在我面前晃悠 再看到你个四合院 你说我不 我不想把你给整篇吗 你现在又能蹦又能跳的 哈哈 多蹦大 多蹦大 对不对 你不要再让我老是想去死 行 小赵哥姐们 谢谢气助你个 给赵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点赞就可以了 妈 大爷 哈哈 你看 谢谢我老宝贝 大爷 你给我刷了我都站不起来了大爷 哈哈 哈哈 我喜欢你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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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宝贝 老baby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大爷 不要再给小赵刷了